以往用傳統方式注射自體脂肪 約有30%-50%的脂肪會被吸收 如果將幹細胞的濃度增加一倍 移植脂肪的傳回率則會增加2-2.5倍 大大提升至原本的80%左右 對整形外科而言是一個大突破 經過幾年的發展 不單止整形外科醫師 其他科技醫師都非常注意自體脂肪幹細胞的應用 到底自體脂肪幹細胞的應用已經進轉到什麼程度呢? 在美國與中國的運用為何? 敬請鎖定 週67.15 月月議台的天下縱橫談 脂肪抗細胞有何用?